传承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是取知不觉的财富 更是你我血液里的烙印 华夏炎黄 洋洋洒洒洒五千年 曾经亿万生灵在此男更女之 他们如同你我一样 活过 苦过 爱过 也恨过 他们用一生所积累下的经验和感悟 经过几千年的垂直 完善 称其为瑰宝 便是十字名瑰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一作 白鸟嘲讽 当年 天明的父亲 因拉着他前往水妆时 天明是不想去售那的 父亲急了 骂了天明是狗日的 娃便不敢再吭声了 刚一见焦师傅 天明父亲便嫉妒万分地 上前想要进言 却没想到脚下一个亮枪 并扑倒在院中 头上也磕出了老大一块血清 见父亲摔疼了 天明赶忙哭着上前搀扶 焦师傅则一眼看了个仔细 收头自然是需要经过测试的 谁也没那么大心血 将一颗鱼木脑袋雕出花来 焦师傅将一瓢水放在院中 让天明用一根吸管 一口气将水吸干 天明使出了吃奶的劲 捣鼓了半天 却只吸上来半多 身子还因为用力过门 摔了个四脚朝天 焦师傅一见 便说其气力不足 头也摇成了波浪骨 一件事情要慌 天明父亲抄起地上的瓢 对着天明的屁股一顿横吹 挖背打得挖挖乱叫 焦师傅心一软 这事也变成了 送父亲出门时 天明望着父亲宽大的背影 突然出现了错觉 多年来积攒下的恨意 一瞬间变成意义不舍 父亲从小就想学索纳 只是没人肯教 这些天明是知道的 焦师傅也曾有过两个瓦 早些间便折了 老两口也便认了命 西下有三个徒弟 焦家班一出火 师徒四人便一起上 规矩上 管车叫四台 要是有需要排场的 加上深 底 鼓 湖 变成作吧台 吧台难吹 价也高 一般人家是请不起的 比吧台更厉害的 便是传说中的 白鸟嘲讽 焦师傅将天明带到湖边 随着从河边 折下一根芦苇 去了枝叶 做了一根长长的吸管 他让天明将吸管 一头插进水里 然后用力吸水 什么时候把水吸上来 才能回家 天明在大日头底下 整整吸了一天 到底也没把河水吸上来 焦师傅一听 便来了气 不仅眉头眉脸的臭马一顿 就连饭时 也减了一半 师娘怕娃饿着 便趁夜给天明 送了两块红薯 就这样 一天接着一天 天明每天都去河边 练习吸水 整整十天的时间 他凭着一股自宁静 终于将河水吸了上来 然而当天明 心刚采烈地告诉师傅时 焦师傅却赏了他一脸的不屑 焦师傅随手又做了一根 比原来长一辈的习惯 扔给天明 让他接着练 这一练 便是两个月时间 一天 一个父亲带着孩子来投尸 孩子叫兰玉 不仅聪明伶俐 而且气力充沛 真是一个吃所那只晚饭的好苗子 焦师傅的种种测试 竟没难住着孩子分号 从此 时常到河边练习吸水的孩子 便从一个变成了两个 忙说的时候 两个小徒弟也会主动下地 帮师傅干活 蓝玉会表现 搁起麦子来也是飞快 只是干的活计略显毛躁 天明只顾闷着头苦干 也不顾什么眼力 竟被师弟硬生生地比了下去 当天明第一次见到师傅出货时 血管里的血也似乎沸腾了 半尺毒瓜的小喇叭 忽闽忽暗 酸酸地吊吊 似乎掌了手脚 忙不迭地只往人心缝里钻 但焦师傅只要蓝玉跟着出门接活 唯独将天明留在家中帮师娘干活 天明心里发酸 但也不做什么抱怨 只会不惜力气地傻干 师娘见天明有些想家 便转了假让他回家看看 父亲见儿子突然回来 以为被师傅退了学 上去就是一顿狗日的招呼 细吻之后才明白是放假 便如狗脸般的破涕微笑 夜晚 天明有些成能 询问着父亲 是否知道索娜最顶尖的曲子叫什么 父亲则悠然道 百鸟嘲讽 天明父亲自小便酷爱索娜 百鸟嘲讽的厉害自然如雷观耳 听说这些年来 焦师傅一共收过七八个土地 尽没一个能学得成这曲子 百鸟嘲讽 一代也只穿一个弟子 不仅要有天分 更是要有德行 能学会这首曲子 那真是十分的荣耀 百鸟嘲讽只在白石上用 受用的人则需要人品积好才行 一般人是不配享用的 回到水庄后 焦师傅拿出自己一箱子的宝贝 其中大小薄衣的索娜竟有设计靶 还有一把是清朝斗光年间传下来的同索娜 更是让天明傲人开了眼 焦师傅从宝贝中挑出一把递给兰玉 并告诉他 从今以后就不用下地干活了 专心在家练习索娜 天明引巴巴地看师傅合上了箱子 对自己更是正眼都不会瞧上一眼 师傅的偏心让天明受不了了 他抹着眼泪跑回家 还没进家门便听到父亲 忙不迭地在邻居面前宣认着儿子 说天明自从到了水庄后 学会了好多调调 焦师傅还说要把白鸟嘲讽交给儿子 邻居有些将心将疑 并说自己已经十几年没听过白鸟嘲讽了 上次听 还是在火庄萧老爷子的葬礼上 焦三爷坐在太师椅上吹着火 那可是神气十足啊 天明父亲则是十分笃定 说等天明回来吹给邻居听 天明站在门外一听着话 还哪里敢进门 便回溜溜返回了水庄 一见他进门 焦师傅也没做什么诧异 只说锅里给他留了饭 当天明端着饭走出厨房时 桌上便多了一个小小的索娜 焦师傅说 这是他师傅传给他的 也是他吹的第一把索娜 虽然小小的 但吊门极高 从今以后 索娜便归了天明 师娘还亲手给天明封了袋子 拿着小索娜 看着外冷心热的师傅 天明不禁泪流满面 第一次跟着焦师傅出国 天明见识了八台的排场 享用的是金庄的村庄 扎老爷子 扎扎的孝子贤孙跪了一地 自称扎老太爷 当了四十年的村庄 也是有德行的 求焦三爷是百鸟嘲讽的活 钱不是问题 教师傅默默摇头 只说不是钱的事 众徒弟不解 问其缘由 教师傅则道 金庄缘由 张 王 钱 李 扎 五大姓 他扎老爷子 做了四十年村庄 便硬生生 将扎家 变成了第一大姓 其中的排挤和气压 自然不敢表露于世人 最后的日子 在教师傅 不厌其烦的教导下 天明和兰玉的 售纳记忆 于日俱增 天明更是在 自己踏实的苦恋下 渐渐显露出 赶之鸟叫的天分 这一天 是教教般传生的大日子 所谓传生 便是售纳般宣布 接班人的仪式 继承人不仅能学到 传说中的百鸟嘲讽 更是对其人品和异品的 最好的肯定 对于售纳将而言 便是最高的荣耀 教师傅大半生 教过二十个土地 个个都能独立出国 而且记忆娴熟 但今天 他选的接班人 不仅要看他的售纳记忆 更要看他 能不能把售纳 吹到自己骨子缝里去 只有这样的人 才会拼了命 把这种浆火 保住传下去 教师傅拿出 一只从师傅那里 传承下来的金锁纳 这只锁纳 只能吹一首曲子 那便是 白鸟嘲讽 他把天明叫到金钱 告诉他 从明天起 开始传授他 白鸟嘲讽的曲子 等哪天学会了 再把教教般传给他 天明自然万分感激 而兰玉也顿时试了锐气 夜晚 教师傅把兰玉叫到身边 告诉他 晚上收拾好行李 明天一早便离开水庄 随后的日子 教教班的院子里 便只剩下一事一途 匆匆数年 如白鸡过席 教师傅见天明的白鸟嘲讽 略有小陈 便一顾闹地 将售纳班子交给了他 教教班也就变成了游家班 游家班第一次出火 教师傅怕天明放不开 便没改露面 雇主是个年轻人 与天明又是发小 原本看不上索纳的活 但碍于老人的意思 也便找了索纳酱来走过场 曲子没吹完 便塞了红包 让众人休息 雇主给天明包了一颗大红包 他也不贪 把红包给大家分了 出完火 天明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来看师傅 也两对坐饮酒 天明抱怨 现如今 所纳的地位越来越低 连个泄势力都不过了 教师傅一听便来了气 直呼现在的人没有规矩 三五杯酒下毒 教师傅询问天明 可曾知道 当初自己为什么收他为徒 天明猜 师傅是怕自己被父亲打死 教师傅则道 是因为那天 你父亲摔倒后 你流的那滴眼泪 教师傅家人堆里 获了大半杯子 自然一眼便能看出 世人到心上的去值 教师傅也是告了信 并将一箱子宝贝索纳 都传给了天明 并正告天明 索纳 其实是吹给自己听的 一天 一家雇主老人过手 便请了尤家班去出国 谁知取在还没吹到一半 一群拎着各式各样 西洋乐器的童馆乐队 便进了园中 七星怪状的乐器 立刻吸引了中央的目光 天明上前查看 却被这突如其来的阳王烟 整得头约目悬 那年头 西洋文化犹如洪水门兽般 侵蚀着中国传统民族文化 教师傅见徒弟要放手 上去就是一顿怒斥 随后 他怒吼着众人 又重新吹奏起来 和养乐队打起了擂胎 年轻人们没见过养乐队 便被迷得如痴如醉 见索纳班在一旁请议 于是多士之人上前进行阻止 两方面几句话不对付 便动起手来 只打了个人样麻烦 索纳也被踩碎了一地 教师傅见亲爱的宝贝 都这么被毁了 自然掏心一样的疼 然而在大事之前 似乎也颇感无奈 随着洋乐队的兴起 镇上的红白喜事 便很少再来请所那 教家班的消失 尤家班的难以为继 在教师傅 一记重徒弟心中 留下了无限的悲凉和无奈 火转的老村长过世 请了尤家班 天明叫人 去请众师兄弟出火 但除了三师兄之外 竟没有一个人肯再来了 一听这事 教师傅变老了 带着天明挨个上门去骂 然而一圈转下来 也只硬拉来两个徒弟 众师兄弟都脱家带口 也是实手无奈 火转的窦村长 打过日本鬼子 叫过突飞 那年带火装人修水库 让石头压断了四根肋骨 无论德行还是声望 都是极高 教师傅便决定 给窦村长 催就百鸟嘲讽享用 天明因为病得厉害 所以教师傅 只能带病亲自上阵 一曲百鸟嘲讽 大悲大哀 如气如素的唆呐声 似乎倒进了 人世间的悲传和苍凉 多少一生 担心好事的人被淹没 多少说不清 道不明的怨仇 被掩埋 到头来 即使是满腹的悲凉和不甘 也会被岁月打得魂飞魄散 悲怒之间 只要是否 尽一口老水 便喷出了口 中华民族历史遥远 近百代人的传承和演习 更是难能可贵 近现代的重阳魅外潮流 让国人迷失了自信 可能是因为某些人 或是的曲解 让人们总觉得 祖上传下来的文化 腐朽 而又灰色 其实无论中外文化 底润都是相同的 只是外国文化 万化鉴于迷人眼 而中国的文化 质朴 而又文厚 不做任何道德绑架 只是惋惜 好东西享用得久了 人们便察觉不出他的好了 可能这就是人心吧 这部电影叫 白鸟嘲讽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 感谢观看